TRAVIS 翻譯棍 接著我們來試試這隻 TRAVIS 的翻譯棍 其實它也不像翻譯棍 我們拉遠一點去看看它的代形 其實就像一隻蛋 它的身上有一個十字鍵 跟真因有一個圓圈的決定鍵 但大部分的操控其實都不可以用它為鍵 就這樣在一塊Touch Pack 就這樣敲一下或兩下就可以操作 所以都算是很方便的 我們一會兒就可以看看操作 另外在背部 就會有電源鍵 還有下面有個SIM卡 雖然它可以譯到80種語言 包括廣東話 很難得的 但是它就一定要上網 所以如果一旦網絡有什麼事 或者它的伺服器有什麼事 就幫不了你了 如果要選擇語言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就這樣在它的左右 你看到兩個語言 它是可以對譯的 好過另外一些牌子 有些牌子就是單向譯的 它是雙向譯的 所以就不需要你告訴它 你又不明白它說什麼 可以聽一下 勉強可以試一下 這樣大家要選擇語言的話 就雙按 就可以選擇語言 上下去選擇語言 很多 它有80種語言 所以可以回頭 如果不然的話 你都要選擇 當然這些語言 就要用到的 按一下中間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這邊也是 右邊也可以 雙按 就可以選擇語言 這樣就不用恢復了 另外如果要聯想 譬如說它不只是流動網絡 它好像現在我們正在用Wi-Fi Wi-Fi就是DoubleTap上面 DoubleTap上面 DoubleTap上面是大小的 DoubleTap上面 大家會看到它有不同的網絡 然後其他就很簡單 譬如說 系統語言 然後主要是畫面和文字 然後就出廠席 其實就沒有什麼 用起來就真的很簡單 相對簡單很多 那我們就來試試一下 我想去新宿站 私は新しいSUELley駅に行きたいです 不是馬來西北 我選擇第二個站 我想去上野站 私は行きたいものに行きたいです 我想去袁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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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他的日文 新宿駅是在那邊 車票多少錢 車票多少錢 210元 去大阪的新幹線車票在那裡買 大阪新幹線的切符是在那裡買的嗎 緑窗口に売っています 有玉綠色窗後 今天推薦的菜式是甚麼 今日のおすすめ料理は何ですか チキンラーメンです 美國是雞肉拉麵 可不可以便宜 少し安いのはできませんか 現在 もう安いですよ 不是 已經停了 我們去看電影 我們去約會 好嗎 我們去約會 好嗎 我們去約會 地名幾乎是沒有辦法譯得對的 至少是東京的池袋 新宿 元宿 好像只有池袋譯得對 上野都錯了 但其他一般的東西 例如想買東西 折扣 或者問價錢 都沒有什麼問題